第1383章 嗜血术 将这片地面渲染得如同血红一般 四天尊这番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 自然是引起了双方的汗染 那耗尽深渊的人急忙后退 仅仅片刻时间这片区域便是变得空荡荡的起来 混账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难道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那不远处先前被硝烟一掌拍成重伤的十天 此刻也终于是略微 回过了几口气 见到四天尊居然是对失明宗的军队也是大开杀戒 当下便是大怒 抱贺道 四天尊巡浮在血海之上 目光淡漠地看了一眼怒贺中的十天 却是缓缓地抬起手掌 摇摇地对着后者 然后猛然一握 伴随着四天尊手掌的卧下 那远处的十天怒贺声却是嘎然而止 身体直接是瞬间爆炸而开 鲜血似箭 见到这家伙连十明宗的宗主都是随手杀了 那谁十明宗的强者面色也是大惊 虽然怒不可赦 但却不敢再怒贺求生 连十天都是挡不住四天尊的随意一掌 更何况他们这些人 而且十明宗阵营的一些其他强者 也是受到幽逼利诱而来的 对十明宗自然是台门上中心 自然是不可能主动帮他们出头 收缩阎蒙的兵线 这个家伙喜怒无常 寻常军队只不过是送死 惨林微皱着戴霉沉声道 门言一旁的萧鼎与萧利也是点了点头 玄机迅速的发出命令令到外面的军队迅速退回要塞之中 现在便只能期望萧炎能够挡住这个家伙了 不然的话玄冥要塞 依旧免不了要血流成河 海伯东满脸凝重的道 对于此话 即便是彩林 也只能点点头 那所谓的四天尊 实力明显 强悍的恐怖 他们这里 还的确无人能够与之抗衡 因此也只能完全的 将所有期望寄托在萧炎身上 天空上 萧炎微皱着眉头 望着那随手间 便是令人自曝的四天尊 眼中也是长过一抹沉吟之色 此人号称雪和天尊 而谁又懂得所谓的化学术 想必应该是能够操控人体内的血液 能够控制人体血液的强者 萧炎也并非是没有预见过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如同这四天尊一般如此恐怖 举手投足间便是令得一名六星斗尊炸得暴体而亡 虽说这之中有着那十天本身便是重伤的缘故 但也有着这个家伙手段诡异的缘故 在萧炎沉吟间那血海之中 只突然的泛起了一阵阵波动 旋即脚步一踏 便这般的行走在了虚空之上 一步步的行向天空 最后停在萧炎面前不远处 一头血色长发随风飘荡 血腥的味道也是悄然的弥漫天际 八星斗尊巅峰 的确是相当不弱的实力 四天尊望着萧炎 脸庞上掀起一抹极为难看的笑容 旋即抬起手掌 对着萧炎便是狠狠的一握 而伴随着他一卧下 其面前空间顿时剧烈的扭曲了起来 微照着眉头望着四天尊的举动 萧炎心神一动 旁把豆气破体而出 化为熊熊火焰 将其身体尽数包裹 豆气是防不住我的化学大法的 见到萧炎的举动 那四天尊却是嘶哑一笑 四天尊化音刚刚落下 萧炎便是猛的觉察到 体内的血液居然是在此刻 不受控制的翻腾起来 隐隐间有着 胀破血管破体而出的感觉 感受到体内的变化 萧炎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这家伙所谓的化学大法 果然是有些门道 然而就在他刚与镇压翻腾的血液时 其心脏却是猛然之间的跳了一跳 萧炎他便是发现 一股奇异的力量在心脏之内传出 最后传进血管之中 而就当这股力量融入血脉时 那种沸腾的感觉顿时的悄然而散 这是 那在天幕融合的血脉 这般变化也是让得萧炎一正 勋迹眼中夺过血洗震惊 没想到这新生的血脉 居然这般强悍 连那四天尊的化学大法 都是对其没有丝毫作用 哼 看来你的化学大法 并没有你说的那般厉害 感受着体内逐渐平息下来的血液 萧炎抬起头 对着四天尊一笑 说道 怎么回事 见到毫无反应的萧炎 那四天尊也是一正 眉头紧锁 他的化学大法 同样是天洁斗技 即便是一些斗圣级别的强者 也是会受到他的干扰 进而分心压制 为何对于这萧炎 却是没有半点作用 萧炎微微一笑 双手也是迅速的 截出一道道奇异的印节 而伴随着其印节的成形 在面前没心处 一个奇异的足纹 也是缓缓的浮现而出 萧足足纹 你竟然激活了 萧足的血脉 见到萧炎没心处的那足纹 四天尊也是猛的一惊 萧足的血脉 早就是废弃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为何现在的萧炎 却依旧是还能召唤出 萧足的足纹 四天尊的疑问 无人解答 而萧炎的气息 也是在足纹出现的那一刻 突然暴涨 短短瞬间 便已经是丝毫不迅速于前者 足纹的增幅功效 在这一刻 也是完美的展现了出来 感受着那身体内极端膨胀的斗气 萧炎也是忍不住 舒畅的吸了一口空气 寻技抬起头 对着那眉头紧皱的四天尊 微微一笑 脚掌踏前一步 身形便是在脚掌踏下的那一煞 消失不见 即便化学大法对你无用 但我却是能够感知你体内血液 流动的确切方位 所以你的速度 对于我来说 没有用 现在消炎消失 四天尊却是冷笑一声 脚掌飞速的退后三步 一股股血红的倒气 自体内流塔而出 然后在其掌心上 汇聚成一层厚厚的雪茄 最后猛的对着 右侧虚空间狠狠轰了过去 给我出来 星寿的掌风所致 那一片空间顿时扭曲起来 而一道身形也是随之出现 正是消炎 不过 虽然被发掘方位 但消炎却没有躲避的意思 反而是前踏一步 任由四天尊的攻击 重重地落在其胸膛之上 而与此同时 其炙热的掌风 也是猛然地呼啸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地反击至 四天尊的胸膛之上 这副打法 毫无技巧性可言 完全就是互相的对轰 两人的拳头 都是狠狠地落在 对方身体上 然而受了四天尊一拳的消炎 却仅仅只是肩盲抖了抖 连面色都是未曾变化 而反观四天尊 却是直接被消炎一拳 轰退了好几步 喉咙间还传出一道闷哼之声 显然消炎那种 炙热无比的拳风 令得他略微有些吃不消 这样换拳的话 你似乎扛不起 消炎埋脸微笑地 谈了谈衣衫轻声道 四天尊面色阴沉 眼睛死死地盯着消炎身体上 那件衣衫 经过交手 他自然是清楚 先前他的攻击 绝大部分 都是被这件诡异的衣衫 给吸收了去 但令得他略微有些不解的是 即便是这衣服 能够吸收大部分的攻击 可其余的部分 也不可能对消炎半点伤害 都是没有造成 这等效果 自然是因为 那隐藏在消炎皮肤之上的龙皇骨甲 不过这等秘密 这四天尊即便是想破了头 恐怕都是想不到 不仅消炎的衣服诡异 而且是连其皮肤都是很诡异 四天尊母公阴沉地盯着消炎 后者能够免疫他的攻击 但他却不能无视对方的攻击 这种战斗可当真是让人无比的憋屈啊 不过这四天尊也不是寻常人物 他知道他先前的攻击 之所以对消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没有其他的原因 只是因为力量不够 既然这种力量不够 那么便来更强的 强大足以彻底的将消炎轰成碎渣的力量 四天尊面色猙獰 一道阴厉的怒吓之声 如同惊了一般响彻天地 而伴随着其这道声音落下 周遭千丈之内 凡是实力低于道尊级别的强者 身体都是带着衣煞突然的暴力而开 化为一孤孤雪浆 源源不断的灌注进入其身体之中 而与此同时下方身见之中 那弥漫的血海也是呼啸而起 化为滔天雪浪 疯狂地灌注进入前者的身体 而伴随着如此恐怖的血液 被慈天尊吞噬 他那原本静止不动的气息 居然又是出现了细微的松动 然后缓缓地攀升起来 消炎不要将本尊当作魔语纳闻的废物 你消加所有人的血脉 连带着你这激活的血脉 本尊今天都要收定了 血海弥漫天际变色 阴森而冰冷的气息带着一股恐怖的围压 在这变天地弥漫而开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由清中国出品蜡笔小永波讲 欲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雄 第1384章 望着那刹那间气息暴涨的四天尊 消炎眼中也是夺过一抹凝重之色 这家伙能够在中洲上声名赫赫 果然是有着一些本事 他现在的气息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斗尊巅峰强者 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四天尊已经达到了半盛层次 因为这种事本身就不可能 斗尊巅峰与半盛虽然仅仅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却是仿若天剑 两者的差距恐怖得让人难以形容 这从连要了那等实力的强者 都是在斗尊巅峰著作了多年 方才最后借助者炼至躯体重生之力 一举突破就能看出来 想要到达斗盛 天赋即便是再恐怖 都并非是简单之事 这短短的一步之遥 让得无数天赋傲人之辈 最后狠狠隐落 而直到隐落的那一刻 都是抱着无比的遗憾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般原因 是因为在这短短的一步之遥中 却是隐藏着一种独特的修炼 这种独特的修炼 唯有当接近这个层次的强者 方才能够有所改样 而在中周上 一些顶尖强者 则是将这种独特的修炼 称为九转成圣 所谓九转 算是一种专门用来衡量 斗尊巅峰与半圣之间的 差距的一个量词 毕竟这两者之间 差距实在是太过恐怖 必须使用更加看似细微 可却实际相差巨大的层次来分辨 九转其实并不复杂 简单说来 也可以称为九次凝练 与压缩 当一位处于斗尊巅峰的强者 体内的斗气出现饱满 而且无可增加时 便是九转开始的时候 这时他需要将体内斗气 全部进行凝练与压缩 最后领着饱满的体内 再度出现可以容纳新生斗气的空间 而带得斗气再度饱满时 便是必须继续凝练 如此反复 九次之后 方才大圆满 而体内的斗气 也是会在这种压缩之下 产生质变 进而一跃 踏入那无可障量的天界 真正的进入圣洁 故而一些达到了这一步的强者 便是在这隐藏在斗尊巅峰之下的修炼 称为九转 九转之后 方可成圣 这九转说起来简单 但真要是修炼起来 可真是要人老命啊 想想 一个斗尊巅峰强者 体内所容纳的斗气 是何等的恐怖 想要将之贴满 并且还要贴满九次 这等需要 足以当得起可怕二字 先前的四天尊 虽说是斗尊巅峰 但也仅仅只是 一转的斗尊巅峰 甚至是比起施展了 足文后的消炎 都是要略微弱善一些 但现在吸收了 如此之多的鲜血之中的能量 却是直接暴涨到了 三转的层次 当然 这距离半日盛 还有着难以触摸的差距 而只要他未曾达到半盛 消炎便是会有所胜算 伴随着气息的暴涨 那四天尊的双眼 也是越来越兴红 这化学大法 虽然能够吸收人体内 鲜血中的能量 但后遗症 却是相当之强 在施展之后的一个月之内 他的身体 将会陷入一种 濒临死亡的地步 那种状态 即便是一个斗亡级别的强者 都是能够轻易地将其斩杀 因此 若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四天尊一般是不敢施展 这等秘术的 可眼下的情况 若是不施展的话 不仅任务将会彻底失败 恐怕还会在与萧炎的交手中落败 这可不是他所能够忍受的 星红双眼死死地盯着萧炎 四天尊脸庞上 却是涌现一抹 森然笑容 一道阴寒的低吼之声 自己喉咙间传出 伴随着四天尊的低吼声落下 一股股恐怖的血色雾气 自己体内扑天盖地的涌出 最后在天空之上 汇聚成一团团浓郁的乌云 腥臭之气 弥漫天地 梦着天空上的血云 萧炎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他能够感受到血云之内 所扭拒的恐怖能量 当下也不敢怠慢 手掌在身前一抹 四团异火便是浮现而出 而伴随着异火的出现 可怕的高温顿时弥漫而开 直接是将周遭的星丑之气 尽数毁灭 召唤出四团异火 萧炎再度深吸了一口气 手印一变 一团灰色火焰 也是自己嘴中喷了出来 这团火焰 虽然没有四种异火强大 但也是散发出 一种极度强悍的味道 正是萧炎修炼而出的 假异火 化身火 五轮离火法 一道低鹤自萧炎嘴中传出 面前的五团火焰 便是猛然暴涨 宣祭在一道嘹亮的 受口咆哮声之中 化为五头足足百丈庞大的火灵 盘旋在萧炎头顶上空 您 火灵飞速成形 萧炎再度冷喝 五头庞大的火灵 便是形成一个奇异的阵形 旋即高速旋转起来 最后在乌的破风声中 形成一个数百丈的庞大五色火盘 在其头顶疯狂地旋转着 可怕的炙热飞风弥漫而开 连弥漫天际的雪雾 都是因此而剧烈地波动起来 哼 雪然天魔掌 远处那四天尊尽状 也是一声冷哼 嘴巴一张 一道雪柱突然喷射而出 直接射进了天空上的雪云里 顿时其颜色更是变得暗淡了下来 雪云剧烈地翻滚着 猛然间雪云突然裂开 一道将近千丈庞大的雪色掌印 直接是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自雪云之内暴冲而出 然后对着硝烈狠狠拍了过去 那雪掌的威力极为可怕 尚还在千丈的天空之上 那摇摇的地面上 一个超级庞大的掌印轮廓 便是出现在了大地之上 硝烈 看本尊一掌将你拍成虚无 大言不惭 听得那四天尊突然间响起的爆喝之声 硝烟也是冷哼一声 手烟一变 低沉的喝声自嘴中传了出来 五轮离火盘 伴随着硝烟喝声一落 那天地之上的巨大五色火盘 也是突然的暴射而出 几个闪烁间便是撕裂虚空 与那巨大的雪掌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恐怖相撞 阴寒的血色与炙热的火焰 顿时在天空上暴力而开 可怕的滚滚能量 在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 从天际之上席卷而开 在这一霎 甚至是连天空上的乌云 都是被生生地震裂成一片熏武 望着那在天际形成的可怕能量飓风 四天尊双眼微眯 刚欲后退一段距离 背后却是猛地传来一股寒意 突然转头 一张泛着冰冷笑意的脸庞 却是出现在了他的眼瞳之中 硝烟 劝道者突然间出现在身后的硝烟 即便是以四天尊的定力 眼瞳都是突然一缩 他居然是完全没有觉察到 后者是何时出现的 大天造花掌 对于四天尊的震惊 硝烟脸庞上 却是浮现一抹诡异笑容 右手毫不犹豫地狠狠拍出 漆黑色的光圈闪电成形 雪魔袈裟 面对着硝烟这快弱闪电的凶猛攻击 四天尊在心头 也是涌上了一抹惊骇 不过好在他也不是寻常之辈 当下雪液突然顺着毛孔流藏而出 急速地在身体上形成一层厚厚的雪茄 硝烟的掌风如同奔垒一般 狠狠地轰在了四天尊身体之上 恐怖无匹的进风 直接是将厚着身体上的雪茄 拍得寸寸爆裂 虽然有着雪魔袈裟的阻拦 但那残余的进风 依旧是让着四天尊一口鲜血喷出 但其身形也是借助着这股推力迅速地倒飞而出 想走 四天尊身形刚刚倒飞 硝烟脸庞上便是滑起一抹分冷 好不容易趁着这家伙体内倒起 血煞天魔掌 而有些空袭的奸隙 偷其方才动手 怎还会让着他安然离去 背后清空古意微微一震 硝烟身形如同闪烁一般 直接是出现在了那倒飞而出的四天尊面前 手掌一抓 四股火焰抱涌而出 转瞬间 一道美轮美奂的精美火莲 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的掌心之中 结束了 硝烟望着四天尊脸庞上涌上的金句之色 嘴角也是掀起一抹猙獰 见到硝烟脸庞上的猙獰 四天尊心头也彻底的冰凉下来 硝烟所施展的三次斗技 每一次的威力 都是足以达到天阶斗技的层次 而三种天阶斗技完美配合 即便是连他 都是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难怪魂殿有这么多的强者 都是待在了这小子手中 四天尊为自己揭下这看似简单 实则极其凶险的任务而悔意不迭使 硝烟手中的火莲却是毫不犹豫地弹射而出 最后狠狠地轰击在后者身体之上 在轰击的那一煞 可怕的火焰风暴 在那天地之间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宛如最为完美的庆功焰火一般 在天际之上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开 斗魄仓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魄仓雄 第1385章 启动雄 第145章 5章 5章 10 5章 6章 7章